今年的体操试锦赛会在这个月的13号在英国的伦敦开战 由于这次试锦赛是各单项的比赛 所以中国体操队也是派出了各单项的高手来参赛 参加比赛的十位运动员是在全运会结束之后 马不停蹄的就投入到了试锦赛的备战当中 当全国人民都在为祖国的生日欢天喜地的时候 却有人默默的因为训练不顺利而哭泣 当国家体操队的运动员们因为比完了全运会 而终于回到各省市休息的时候 即将参加试锦赛的选手们仍然在加班加点的训练 昨天下午国家队的体操房里女队只有四个人在训练 他们就是入围试锦赛的何可欣 杨依林 虽璐和邓林列 本届试锦赛中国队排出的都是各个单项的好手 在众多的项目当中 女队想要冲击的是个人全能这枚金牌 从2003年试锦赛成飞的跳马 到去年北京奥运会的女团 如今中国女队唯一没有拿到过的就是全能的世界冠军 全能吧 就是体操这么久也没有拿过女子的 然后希望接这次机会 不管是谁拿吧都挺高兴的 前往伦敦的四名选手当中 全能选手就有三个人 杨依林 邓鼎令和何可欣 而最终只有两位队员能够上场 所以在赛前将试队员的状态来决定由哪两位出战 感觉比全运会是为了团体 然后把广东团体比好 然后现在马上表演全运会 又比试锦赛又得让自己再提高一个台阶 就是感觉时间有点急 高低杠的下法是教练针对试锦赛特意为杨依林改变的团身悬下 因为昨天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并不十分顺利 所以杨依林才急得哭了鼻子 除了杨依林 听教练说邓鼎令前两天也总是哭 而她哭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主管教练这次不去试锦赛 因为教练没有亲自跟着去 但是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并不是说所有的比赛本组教练都能跟着去 就算是以后的你就是有机会参加大赛的话 有可能也不一定是自己的教练 所以呢她主要是没出去过 如果说出去一次我估计就会长大一点 就会好多了 可能就是有点虚吧 那他们每天要给你打打电话 你会觉得好一点吗 会好心 正当女队训练的时候 黄宇斌总教练也在为男队细口动作 本届世锦赛 男队排出了调环高手陈一斌和严明勇 双杠的夺金人选则是小将冯哲与王冠岩 安马的夺金重任则落在了张洪涛的身上 邹凯依然担负着自由操和单杠两个项目的夺金任务 他们将于7号